各位好,今天就是7月7日盧溝喬事件 又是我們梁義士的頭七 據說即時新聞大批警力部署在銅鑼灣 怕死人不知道,誰會留意呢? 一般人,是不是這麼多人悼念呢? 怕死人悼念 今天有兩個話題 這個悼念話題,其實明圓 昨天又拉了一些高燈,連燈 又拉了一個,再拉一個 涉嫌,涉嫌,煽動謀殺 看看可不可以進去 大家如果很記性,深水清,不是很記性 大家經常都沒有事要拉人 尤其是網上那些 解釋過,現在如果真的利用互聯網 或者怎樣去有計劃那些 去做煽動 反而你是不會知道 因為基本上好像跪下了 不敢叫Facebook 那些什麼起底盤 一定要把這些員工都檢查 這樣檢查到就可以了 因為基本上你找到那個人 誰發言的,拘捕他 那些人多數討論 可能已經被人解釋了 所以拘捕他很容易 那些情報呢 那幾十億做情報工作 早就鎖定了派人 那派人就把他亂講 那些東西 唉,以前是 你想想 在討論區 十幾二十年來 被人告誹謗就有了 這樣那樣 寫過很多文 介紹這個 在討論區的人都知道 但自由有人照樣 亂講這些自由 他沒有的險 就被你告 被你告 那當然,涉緣謀殺 是大罪一些 越是大罪越難搞 最終呢 十成十制 不料了之 你看著 如果大家心裡清醒 經常都知道 現在警察抓人 遠遠多過 就是 拘捕十個 就告一兩個 那些 而且未必告人 所以 民間智慧有智 你鼻重就輕又行 我講話 是不是 我一向叫別人摸 千萬別說 我在罵官 然後又罵警察 天天罵鄧李宵 天天罵鄧李宵 你當然是鼓勵人們 罵他 仇警 我一向寫文 罵完官 第一 開床白 寫文的時候 你不要說我 我有三個法律學位 罵警察都是 我師工 我罵他 我有call 我1980年 做過執法者 大多數 你那時候還在散仔 鄧李宵 散仔 最多是在做散仔 再遲多十年 每個人都在讀中學 領導人 那當然是 你也有權 講資歷 我們這些 我又有道理 最緊要 但很多人分不到 什麼是道理 什麼是善動 那些事情 總之你不要學我 你喜歡做你的事 與我無關 我不是叫你不要發揮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要付出代價 我沒有風險 大家都有風險 是吧 那些KOL自己說話 叫人不要說話 這樣做什麼 神經病 不猜別人發表意見 上網 小心我講話 少什麼心 誰都應該要小心 誰不知道 好了 今天是兩個新聞 本來應該分兩條 尤其是我長氣 這樣就氣了四分鐘 這樣也罵了四分鐘 但是呢 有兩個話題 沒有什麼關聯 第一就是 繼續拘捕這個 剛剛講的 講了四分鐘 但是想跳去 講另一個話題先 兩個話題 沒有什麼關聯 但是 本來應該分兩條片 但是 不要那麼煩 因為我那些 我最 首先就是要 滿足粉絲 粉絲一定頭尾都聽的 不喜歡聽的 你自動懂得 跳去後決 跳去前決 我跳去 現在跳去 因為 即時新聞來的 7月14日 就首讀租務管制的條例 我就特別有感覺 因為 三十幾年前 是有的 什麼時候開始沒有呢 九一年代中 九一年代中後 開始就沒有了 取消了租務管制 前幾年已經有些 左交話 說要租管租管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 是不是 左交話 跟你私下談 看到一個議題 很窮啊 人家沒有錢交錯 我們要租管租管租管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不通的 我說 你如果 我提 政府提 他都知道不通 不過他 他解決不了 沒有屋住 有人沒有屋住 有屋沒有人住 於是他唯有 就找一條線 就挖一些人進去保護 用九方解決 言微之急 最終都取消了 為什麼當年取消呢 因為基本邏輯是錯的 因為你限制那些人的租金 那為什麼你不限制地產商的利潤呢 你限制地產商的利潤 就可以多建一些樓 很自然的 它不會不斷 就是profit maximization 所有人都會 讀過經濟後都知道什麼叫做profit maximization 自由經濟 你咬你死 它是有樓不起的 它要捕到最起的時候 找到白手套黨 李嘉誠都是這樣做事的 大條道理 自由經濟是這樣的 那你就吹它不肯仗 好了 大地產商考取豪奪 地產霸權 先禍香港 令到各位住不了屋 但是地產霸權呢 就吵架回政府 你高地打政策 其實那個禍就在政府本身搞出來 總之就是官商勾結 這些 大家稍有詳識都明白是什麼 好了 官商勾結 你不管官 不管商 你管小業主 我小業主想加租 大業主就不斷賺 小業主說 喂 我也有層樓 我也可以在資產增值 過程我都得益 你限他 不讓他加租 那時候的租管 三十年前 我們做過一陣子 我也做過一陣子 律師樓的 這些要提供人 同樣要填寫 要申請加租 又要發令 租務管制 有個地產是哪裏 現在應該還有 處理租務糾紛 叫做租務糾紛 但其實就是 總之就不讓你加租 不知兩年就加幾多百分之限 那為之租務管制 但我的邏輯錯 就是 為何你不管有錢 有錢的人 你管窮人 小業主其實是窮人 那些左膠不要看夠 既然要反資本主 你就反狠到底 你不要只是反小資產 不反大資產 不過就是這樣 左膠又適應市場生存 市場說沒有屋住 然後好像限租 這是一個方法 解決延微之急的方法 所以每個人都想著這件事 每個人都提出這件事 但今天提出特別敏感 我告訴你 而且一噴一聲就衝突 說明年尾就會實施 他說是限劏房的 大家聽著 三十年前不是限劏房 是所有租客都保障 這件事只有一步之移 只要一改改法例 就是全部都受保障 而我認為一定會 尤其是他沒有在樓 尤其是經濟倒退 那些人已經住不了屋了 跟著你的業主加租 每個業主當然是看著自己的算盤做人 你咬你死吧 你咬你哀 那就會 每個都想加租 那你就唯有限著業主不讓他加租 我說的邏輯錯誤 自然出現 政府賺的錢是怎樣 賺的高地價賣地的錢 收益是如何 你們在賺這麼多錢 樓盤有樓不開 為什麼你不收空置稅 你一收就已經釋放10% 沒有人住的樓出來 逼他減價 他不是 現在政府幫忙托著的市 大家都知道 還不跌 市有很多因素 但是跌起來 跌起來就好像17年前 大約是17年前 20年前 如果這樣說 董建華時代 一吊百萬出去的那時候 好了 大家明白了 那現在究竟是出現什麼事呢 就是因為那些人 20萬人住了在劏房 而劏房和外面的租 其實是掛勾的 需求一路增加的時候 他就加租 那就越加越高應 現在就限劏房的人 這個法例是極差的 當然我看 我不會看細微細眼 我看宏觀的角度看 你會令到很多社會問題出現 而且很多道理上 公平與否的問題 慢慢地出現 首先 很多事情 簡單來說 怎樣呢 簡單來說 是你租了限四年 四年你都知道這樣加 是不是 立即有拿走 立即有拿走 嘩 都沒那麼容易 你中間租約是 比如 我超過15個小時 現在說 例如一萬元 我收你七千 但你整個租約是一萬元 OK 我實質收你七千 我保留加租空間 即是不會限了四年加15個百分比 四年加 即兩年後才加15個百分比 只有兩年 拆開它 等三四厘一年 那它當是追到通 即是被通常限制 以前的租務管制大約都是這樣的 限制你兩年加租多少百分比 大約follow著通脹 租務管制 首先管得劏房管得所有 那麼多人移民賣樓 他不賣 留來收租 大家婆子數都明白了 你最少要等同 你收到的回收 最少要等同 放在銀行做定期 即是你的物業 是不是 你既然有保障 你當它可升可跌 長遠而言 大家都以為物業一定會升 你當它可升可跌 但最少保障就是 我當它放在物業 我收回銀行利息 儲蓄利息 現在就兩三厘 長期儲蓄 三厘左右 很多 即是差不多 我放的那些儲蓄 都是三厘左右 它好像是這樣保障你 但是如果你是業主 你謀求一個彈性 首先你就不… 不是這樣 我先調高了 私人 更加簡單 就是沒有租藥 沒有租藥 是不是 那黑社會就行了 找個黑社會的頭 坐在那裡 下次當作用這麼多錢租藥 我是會加租的 最多政府限我加3% 我最多加5% 好不好 好就行了 不用租藥嗎 是不是 舉杯慶祝 大家就完成一個合約了 一個見證人就是 新義安地區龍頭 可能加上警察那裡 業餘兼職 喂 有效過你靠政府去保障 陳凡去保障 坦白說你靠黑社會去靠政府 這個年代這個情況是黃鉤 黃鉤兼廢 好了 他就會包上水電那些 那些是濕碎的東西 要做印花 租藥要做印花 但是你知道 劏房有合法劏房 非法劏房 有潛建屋 寮屋 潛建物 天台物 建築物 那些都可以輕輕易易 每間房間出來又租給別人了 那些原來可以 可以 寮屋好像不包 總之它是 理論上它的法例就不涵蓋 但是呢 現在解釋說 我多看兩段新聞 他說可以的 包的 因為你要做租藥 那我沒有租藥就已經不包了 那漏洞很多 漏洞就是這樣 那我沒有租藥就怎樣 沒有 會不會提早終止租藥呢 會 然後沒有租藥的情況下 繼續租給你 那我業主也會這樣 那我保留彈性 那沒有租藥那些是否可以的呢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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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一個黑社會大佬 做中間人就可以了 江湖規矩 那你說 為黑社會提供商機 活躍 活動的商機 你給一封利是 做一封老毛的 那些大佬就 我和你招著 我說的 兩個人不要做多事 我就是想到這樣 最簡單的就是 不妖過你的法例 有很多方法 那他都承認 外國很多操務管制 就問題大了 那宏觀呢 微觀就是這些問題 宏觀呢 宏觀就是大件事 就是社會公義的問題 但是呢 你要知道 還有一個事情 大家要明白 就是哪些人當權 現在當權的那些 就是北京的 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什麼這樣 有你沒有 你管夠著你 那你就完全違反自由 自由經濟 人的自由都沒有了 經濟的自由 你有 其實都會 一路路逐些減省 你聽說深圳就是這樣 現在大家都聽過了 二手樓 你不能做案件 沒有了二手樓 買的就賣的都限制了你 你買了你就繼續供 你手樓 你買回去 原來就不行了 因為不做案件 銀行也控制了你 這件事 那些行政手段 銀行控制了就可以了 不跟你做案件 二手樓的就不能做 那你就沒有人買到 好了 好了 香港遲早就走向這件事 這個賊婆 這個鄧李宵 主導一下 更加是沒有辦法 好了 那回去說鄧李宵 對 沒有辦法控制著時間 稍為長一點也好 大家不要緊張 租武館這件事差不多 如果你有準備移民 我一向都說 你決定了移民 下了決心 第一件事就是 應該埋了你去民業 不要再看 當然如果你不自在 不用緊張 我幾層樓 有它在香港 那都好 都好 短期內 你可以預計政府 要托著市 然後還有一些 大陸人來買 回遊 但是長時間 由於香港已經和中國 正在同化 這些事情都會同化 包括租管 其實是大陸人 想出來的多 我當然覺得 如果你是資深一些的 就是 親家物業管理局好 律師好 政務官好 年紀上了一些 知道以前的租管 那些問題 全部會發出來 當然比我 有研究過 當年 要做律師樓的時候 要幫人填表 好了 現在講講 開頭講過 那些警察怕死 就不斷拘捕人 就是 就拘捕了幾個高登的人 昨天也講過 剛才也講過 他繼續加人炒作刺警案 刺警案 但是 很多人都想抽水 包括梁振英 好像是梁振英 爆出來 有蘋果日報 這個才好笑 你搞掛了蘋果日報 看到蘋果日報 人家幫蘋果日報報仇 你想講什麼 即是說我在搞平 就對了 這兩天又不見了梁振英 出來說要誹謗 之後又不見了他 沒有角色 現在排不到隊 現在爭的 老蕭就沒有份 鄧李都想 心思思的 你不要說你爭的 你爭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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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做特首 他自己不是這樣想的 尤其是那個中學生 唉 小學生都做得國家主席 為什麼那個中學生 不可以做特首呢 在他來講 怎會跟你同一個邏輯想事呢 但是呢 這兩天大家都見了 小強就大罵陳文敏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不斷回應陳文敏的說法 希望這位法律教授睡得著 我肯定陳文敏睡得很舒服 小強你睡不著 為什麼睡不著呢 多事想而已 不是良心的問題 我以為你多事想 你幹嘛想事呢 你真的幹嘛想事 他批評可能令香港充滿血腥 鼓勵別人同情 同情就變成支持 支持就變成參與 這些非常危險 不道德的行運 你說的 我同情你睡不著 我不會學你 搞到自己睡不著的 老老實實 不頂於支持你 我支持你這條毛 所以呢 小強就拼了老命 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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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學位一個 大教授 大教授有石樹 算了 不要比較這些 大教授 說法治 我看著大教授說什麼 是不是 那 法律 陳文敏說 不認同暴力 不認同 大教授 但是大教授 純粹自發悼念 並不構成煽動 紅線是否說過分了些 不讓人悼念 有個人說話差不多 葉劉淑儀女士 前保安局局長 是不是 鄧李宵也是 十幾年前 還是散仔的時候 眼尾都看不到你 今天在商台節目 他說不應該哀悼 兇徒 也不認同 但是不應該美化 也不應該美化 浪漫恐怖的黨 陳文敏也沒有贊成 道德上不正確 對呀 但單單哀悼 說獻花或稱疑犯是英雄 較難觸犯國安法 識法 我葉劉淑儀 較難觸犯國安法27條煽動的罪 當然我個人覺得不應該在那裡 這樣不太好 但是他說獻花純熟發洩情緒 這個跟陳文敏說法一樣 這個就說多了 政府包括鄧李宵 警察 為何有這種情緒宣洩呢 對警察分滿 這樣不可以全部用法律對付 又說告人 又說抓人 用法律對付 在說你 要了解深層次原因 這個當年溫家寶 你香港有深層次矛盾 即是說你們一直處這些事情 就看表面浮在表面那一陣 那你們兩個鄧李宵就這樣 即是水平的問題 思想水平不夠 不可以全部用法律對付 又說是反修例風哥 反映市民累積很多不滿 唐屋不足 流動機會不足 自由倒退 等 即是要給他一個讚 葉劉 雖然很多人不喜歡他 他也可能知道自己 收不到風 有得選 所以他就開始瀟灑 瀟灑就說了人話 可以說一些人話 他可能會做主席 我是他 我都不做了 做了又不可以說話 自由 天天要坐在那裡主持會議 阿婆不如就瀟灑一些 做個建制的反對派 就是這樣 起碼有人稱讚你 我都稱讚你 沒有嘛 蕭澤燕那些不准 絕不容許 所以我特意找一些新聞 看他的字眼 絕不容許 任何人在現場追悼 美化行空者 在現場造成煽動 分化社會 無論是行空者或背後煽動 他人說同類罪行 同屬嚴重罪行 不排除有 釋法 誰負責解釋法律 現在不是法律教授 現在是這些警察 他說就是了 拉了 然後又告 告呢 行好 我也覺得好 因為北京應該定了條 低調 人家懂的 北京懂的 而為何鄧李宵不懂呢 他不是不懂 昨天講過幾天了 大家明白呢 他是為了要炒作 炒作為了他自己的公職 在找公職 爭表現 通常是這樣的 警察是這樣的 做事 懂得想得這麼複雜 深層次矛盾嗎 葉劉這樣講 即是說你不懂深層次矛盾 你的小強只懂得罵人 是不是 反道德反倫理 國安接手調查 國安接手調查呢 就是李桂華說 死者家中有大量 暫時還沒有講到 即是沒有任何 涉及其他組織 那些事情 家中有大量的報章 涉及煽動仇恨 和假新聞 什麼是假新聞 你報道親警察說話 都是假新聞的 其實那些說話 搞不得八 遺書及自殺 差不多了 剛剛好 時間控制得挺好 你現在搞成這樣 不過不緊張 因為其實一般人的悼念 但是會繼續延續 哪有刺激著他繼續延續呢 就是替你燒這些傻佬 繼續在那裡 不是傻佬 這些傻佬 這些傻佬繼續在那裡炒作 那熱情就不會下降 我也希望不要下降 因為很多事情難得 不是難得 很難說出現這些 是應該多些reflect 多些想一下 是嗎 葉劉說得很對 深層次矛盾 是嗎 是嗎 就是 跟我說的不一樣 跟陳文敏教授說的不一樣 那你發什麼瘋 你幾個傻佬 你讀一下書 好心理 是嗎 想多些事情 是呀 不能夠每次都是這樣 管啊 什麼什麼 就來我們聽下次 可能不是說仇警 沒有扭著他 可能又上街斬民的 是不是 沒有屋主一樣可以斬民的 深層次矛盾 才是這麼多事情 跟警察衝突之後的因素 好了 始終提議各位前線師兄 小心 出入小心 那些事情做樣子 上面有上面想怎樣 想刺激你們 想煽動你們 跟市民衝突 製造事端 你自己醒一下 自己醒一下 他當然說你呀 不怕呀 抓他呀 打緊他呀 照你 老闆最流行 出了事你自己背